台中市南中區桂文路650號的牛家酸白菜火鍋店 那這家酸白菜火鍋店它的特色在哪裡呢 它的特色就是由我們的柳富店長來為各位介紹 他們的我們的特色在哪邊呢 就是在那個那個餅皮的部分都是用手工下去製作的 然後那個火鍋的話也是用高湯下去熬煮 然後酸白菜火鍋的部分用那個高乳汁 以及那個現材的那個韓國大白菜下去醃製而成 然後那個香味也非常的補皮 然後那種酸度也讓人覺得硬頭非常好 然後吃了之後幫助腸會蠕動 然後促進那個新陳代謝啊 餅皮比較弄非常不好 吃的 所以呢我們這邊也可以吃到我們非常非常正統的一個 眷村菜囉 可以留意 也是沒問題 對也是沒問題 因為我們眷村菜的話就是菜色算蠻多樣的 然後也都蠻多樣的 然後基本上都是採當天的手工現做的 然後水餃也是當天的肉 我們也是現打的肉跟現打的皮下去現包的 所以那個口感也非常的十足 然後再搭配到我們那個酸白菜火鍋的話 然後那個香氣讓我們就是大快火鍋 那我們除了說我們的營業時間點是從早上十一點到五小時點半 那如果說要避開這一個擁擠的人潮這個高峰期的話 是不是從下午也有這個營業時間 或者是說他有什麼可以讓我們觀眾朋友來這邊大快火鍋的一個配套的一個方式 我們有那個尼豐期的話 有那個兩點半到四點半的那個好汗時段火鍋半價 然後以及晚上的那個九點到十點半的那個火鍋半價 那這些就是尼豐期 然後就是每三間旺期每半都餐吃了5個6分 然後來到我們這邊廠營他們的那種火鍋 然後剛好就可以收到那個好汗時段的那個折架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我們觀眾朋友不僅他可以吃到美食 他還可以用最低的焦味來吃到我們的酸白菜火鍋 哇 哇 各位觀眾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錯一個選擇 那我知道我們的特色會是在酸白菜火鍋 還有我們的一些手工製的一些食品 那麼他們的特別的特色的地方在哪裏 特別的話我們以火鍋來說的話 他的特色就是採用古老的那種製製的方法 然後腦底下去也一次 然後還有一些麵皮以外 就是用當天的那個中高階的麵盤去製成 然後讓它醒然後吸管 之後我們再用手工下去包 這都是他們的特色 還有我們的那個霧面也非常有獨有特色 是用那個那個特寫的那個大豆瓣下去 然後那個跟牛肉下去一起 然後再悶一悶這樣子 然後又熬製出來的那個牛肉麵 然後也是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紅燒酒的牛肉麵的冠軍 哇 冠軍耶 哇 不簡單喔 我們能夠吃到我們2009年那個主廚的那個 一個冠軍賽的一個牛肉麵 哇 真的不錯齁 那我們的價位應該非常的輕率吧 對 價位很輕率 然後我們有套餐以及半點的部分 哇 套餐有一個人到四個人 或是一個人到十個人都有嗎 有 我們有1號的話是2到3人 然後然後還有4號的話是7到8以上這樣子 然後1號超團是大概824人 然後4到3是225人 那這樣的話都有再加收一場服務費嗎 對 有加收一場服務費 都有加收 聽說還有桌菜是不是 對 有桌菜 我們有那個店桌的和菜 以及那個團體的聚會的那個和菜這樣子 都有嗎 對 都有 哇 那麼呢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讓我們能夠來到我們台中市南圳區 慧文錄650號的劉家摔白菜火鍋 站在我旁邊的這位呢 是我們的劉宇謙 劉宇謙劉副店長齁 那麼呢 希望我們在英語新聞報的各位觀眾朋友們呢 你們要吃美食 要吃正統的手工菜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 台中市南圳區慧文錄650號的劉家摔白菜火鍋店 那請大家來品嘗齁 台北來這邊呢 呼籲大家一定要吃好的食物喔 對身體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謝謝各位英語新聞報的好朋友們呢 謝謝 謝謝 謝謝